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是将两个独立的小母体的平均数做比较的一个技巧 这个题目是正大气管的考题 那么它是在做两个独立小母体的平均数的比较 那我们看看题目 这个题目说 这是烟厂做一个测试 它将了两个牌子的这个烟草去做一个测试 测试什么呢 尼古丁的含量 那么他们也标明了说 这是random sample 它是随机的 而且的话呢 是有基本的 这是常态的一个假设 好 那资料在这边 这是A牌子的尼古丁含量 这是B牌子的尼古丁含量 那他们各自的样本数有 这边上面是有几个呢 NA的话呢 是几个 是A是五个 B的 它的样本数是六个 好 那现在题目问什么呢 他说这些资料的话呢 能够提供 sufficient evidence 什么呢 就是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去indicate 这个 这是什么呢 它的平均的尼古丁的含量 B 能够比A要来的高 那么 它要我们去做什么呢 建立这个 适当的 appropriate hypothesis 就是虚无假设 而且 它告诉我们说 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 显著水准 significance level 用的是0.05 好 那现在我们把 它的相关资料 先找到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原始的资料 那么我们就要去算 它的平均数 它的平均数 A的平均数 这个很好算 这五个把它加起来 除以5 我们算一下 是20 那么 B的话呢 这个计算机按一下 21加29加23加31加20 再加32 这六个加起来 除以6 我们算一下 我们算的是26 再过来 这个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算的是 样本 变异数 所以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呢 SA的平方 这怎么算 这不要看起来很麻烦 其实它并不麻烦 数字少的话呢 来说 我们就直接做了 现在 我们这是 因为这是样本的 所以 这是 有五笔资料 这边要写的是 减一 然后 每一笔资料 22距离 看它的平均数的距离 这个第一个是 2 所以要平方一下 变成4 第二个 差距是 到20差距是 相同的 所以是0 第三笔资料 差1 那还是1 第四笔资料 差1 所以还是1 第五笔资料 差2 那就是4 我们算一下 是多少呢 是 4分之10 那就是2.5 我们用的是 这个小数点好了 SB的平方 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列出来 这边有几笔资料呢 有 6笔资料 那这边就要写的是 几呢 5 到26的距离 21到26 差5 5要平方 就变成 25 第二笔资料 差3 所以是 加上9 第三笔资料 去差3 所以也是差9 这个平方 再来就是 第四笔资料 31到26 差5 那就是 加25 第五笔资料 差6 所以是36 第六笔资料 也是一样 是差6 所以是36 来 我们计算器 按一下 上面是 140 下面是5 所以这是 28 这个还蛮大的 上面是2.5 下面是28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可以进行什么呢 假设检定了 那现在我们要进行假设检定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这是小样本 小样本 如果说是都是小样本 那么母体的变异数 知不知道呢 目前没有给我们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这母体变异数 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跟不一样 我们的做法 就会不一样 我们用T检定来做 做法不一样 那我们就先要进行什么呢 第一步 先进行的是 母体变异数的检定 我们先检定谁呢 SigmaA的平方 等于SigmaB的平方 H1是什么呢 SigmaA的平方 不等于SigmaB的平方 我们要先进行的是这个 那下一步呢 先算我们的资料好了 我们的资料 这边F值 F值是什么 F值是SA的平方 比上SB的平方 我们就直接计算 上面是2.5 下面是28 来计算机按一下 2.5除以28 我们算出来是0.089 这是我们检测出来的值 现在我们要找的是 临界值 临界值 这是一个F分配 我们把F的话呢 画出来 这是一个右偏的图形 现在题目告诉我们说 Significance Level 就是多少 0.05 因为它是双微检定 那么这边是0.025 这边也是0.025 那么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 F值 都是0.025的 这个地方 我们要找的是 自由度 上面自由度是几 这个是4 这边是5 这是5哦 然后自由度就变4了 这是几呢 6 那就变成5 这个也一样 0.975 可是这样子算的话 我们查不到这个表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F 5 4 这个地方 分之一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我们把我们的F表 找出来 现在来看的 这是0.025的F值 45这是几 7.39 那么这边 54呢 9.36 9.36不能写在这边 这要多少呢 9.36分之一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9.36分之一是多少 来计算机按一下 计算机按一下 9.361除以 9.36 我们算一下出来是多少呢 0.1068 我们发现 0.089的话呢 在0.1068的 更左边 小于 0.1068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拒绝F去0 这什么意思 说明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 怎么样 不一样 好 如果不一样 那么我们等一下 T检定的时候 做法就要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T检定了 那我们把这个资料 先移除 下一步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 T检定 当然 他要我们 这很重要的 就是 这New Hypothesis 的话呢 跟我们的 这个 这叫做 虚无假设 先要先写清楚 B H1是什么 μA 小于 μB 这边的话 我们也可以写 大于 等于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这样写 但是 等于 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 重点是在于 我们这个 对立假设 要写清楚 好 现在 T检定 在做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两个 如果不一样的话 我们的麻烦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我们麻烦的位置 是在于 我们要算 自由度 自由度的公式 就好麻烦了 那还是 我们照做就对了 分子是什么呢 分子是 第一个的变异数 除以他的 这是他的资料的比数 再加上 第二个 SB的平方 这是有对称 但是还是 只是写起来的话呢 就看起来很麻烦 再过来是 分子 分子的部分是 这也是一样 这是 NA 那这边是 SA的平方 没有问题 平方了之后 除完了以后 再平方 再除以一个 自由度 这也一样 这是NB 这是SB的平方 刮糊了以后 除了以后 再平方 这边是NB 减E 好 我们计算一下 其实数字带进去 反而觉得 比较简单一点 这是我们的 自由度的算法 上面这个是2.5 那 NA是几呢 5 上面这个是 28 这是几呢 这是6 加起来以后 总共加起来 再平方 然后这个底下 这个底下是 上面是2.5 下面是 5 平方 再除以 它的自由度 4 这个地方是5 这边是 6 分之28 除完了以后 再平方 好 这个地方 我们要计算一下 这个 我们要耐心 小心的计算 就不会算错 这算出来是 大约是6.04 所以等一下 我们查 T表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自由度 是在 在6 的地方 那么最后一步 我们就准备 要进行的是 T减定的 这个T值了 这个T值 是 XA bar 减掉 XB bar 减掉 μA 减掉 μB 除以它的 混合的 这个标准差 混合的标准差 其实看起来 也还好 这是 NA 这是 SA的平方 NB SB的平方 来 数字带进去 反而比较简单 请看 这个 这个 XA bar 减掉 XB bar 多少 这个是几 这是20 这上面算出来 是几 26 所以这边是 负6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带虚无 假设 这是相等的 所以这边就是0 我们就不要看 然后在底下 这是几呢 这上面已经算过了 这是2.5 2.5 除以5 加上 这是几呢 刚刚算过了 这28 这是6 好 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得出多少呢 负的 2.64 我们算出来了 现在我们最后一步 就是要准备 看这个T表 T 它是比较平缓的 跟这个 Normal的话呢 有点差异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一个 左尾的简定 我们把这个 左尾这个地方 画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临界值是几 这个临界值 当然就要看表了 那么我们就把表 交出来 我们看这个地方 自由度是在几呢 是在6的地方 我们要查的是谁 0.05的位置 这边是几 1.943 那因为是左边 所以是负的 1.943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检测出来的值 它落在哪里 它是落在拒绝域的位置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这边还比 负的1.943 更小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结论 拒绝H0 拒绝H0是什么意思呢 拒绝H0的话呢 就是代表的是 接受了H1的这个假设 所以题目说 这个B牌子的 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去说比A牌子的 尼古丁含料来得高呢 我们说 是的 没错 B牌子的尼古丁含量 确实是比A牌子的 尼古丁含量更高